没有月亮 我们可以看星光 失去星光 还有温暖的阳光 抱着希望 等待就少点感伤 反复不觉得 寒夜太无助太漫长 我泪流下 当你说我很坚强 不是那样 我只是不肯绝望 因为最怕 茫茫然随风飘荡 远同不放手 请抓住梦想的翅膀 永远相信远方 永远相信梦想 希望是你无中 还能眺望未来的窗 心酸凉成美酒 苦涩因爱芬芳 回头风里有隔隔离 有泪泪中有阳光 李家军 这里有盒粉布 送我 送我什么 这是什么 这本是我的 是擦脸用的 将军 将军 让我先查一条 来 请 果然是相分 果然是相分 大人 将军 下门先告退 大人请 明将军 明将军请留步 监女 费先生 什么事 明将军 小人有事相选 说 黄巧儿 吴小梅 从小就在我的锦绣坊长大 我相信 他们是绝对不会动歪脑筋 谋害娘娘的 他们是被冤枉的 是不是被冤枉 不必你多说 刑部和大内自会查人 是的 将军可否通融一下 让我们师徒见一面呢 这是大内 其实无规无矩的地方 小人知道 只是 他们毕竟是我带进宫里来的 倘若他们真的犯下重罪 背叛斩首 我这个当师父的 也希望帮他们带一言半语 向家里做个交代 即便他们两个被判了死罪 你作为他们的师父 便是活罪难逃 爸 念他们师徒情深 本将也不必循规蹈矩 你若真与这二人相见 要好人相劝 让他们知错认错 切莫再连累他人 谢谢将军 巧儿 小梅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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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们是错的呢 你们老老实实告诉师父 下毒之事 是否真的和你们有关 我们从来都没有害人之心 我敢对天发誓 如果我们有下毒的话 我不得好死 如果我胡小梅真的杀人的话 我这辈子一定会天大雷 凭此无权似的 凭你亲口的爱 我也随便安心 究竟是谁嫁的祸 你们两个得罪了谁 我们平时谨记师父的教训 谨言慎行 从没有跟别人有如此的 深仇大恨的 如果有的话 那也只有念香世纪 和那个新冠的 我们不知彼此 会不会是恶娘娘的最多人哪 师父 我们一定是当当的 小人的陷害呀 巧儿不怕死 只是 如果恶娘娘不能 查出幕后的主使 一怒之下 牵连了霓昌哥 怕会连累其他的师妹 咱们到处够心斗巧 人心难测 那些嫔妃 是宫女之女如蝼蚁 师父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一心人心 当时就是不肯听你的劝 只想要进入宫内 没想到 这么快就自施乐国了 小妹以为 陪借自己的手艺 可以得到公主昔日 伴娘娘左右 我还以为 能在宫中长得立足之地 替京修房 真一口气 现在我才明白 下人 就算有德有餐 也还是下人 师父 我们真的是无辜的 您一定要替我们申冤 师父 头儿对不起您哪 不要哭了 你们一定要撑下去 师父无论如何 一会想办法叫你们出去 师父 您是在为巧儿和小梅的事情 担忧地睡不着觉吗 师父 师父 一日为时 周深为时 您在我的心目当中 永远都是我的好事 他们还有救吗 你还会关心他们的生死 怎么说 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还是关心他们的 师父 他们还有救吗 墨将叩见娘娘 叩见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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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见公主 若你是来为你两个徒儿求情的 你就免开尊口吧 本为爱莫能助 小人并非来替徒儿求情 小人是来自首的 娘娘开恩 黄巧儿和胡小梅是被冤枉的 罪魁祸首 就是小人 请娘娘治罪 容师父 你傻了 为助徒儿见到乱顶罪 毒害娘娘的 却是小人 小人罪该万死 说 你为什么要毒害本位 是谁指使你这样做的 下毒的凶手就是小人 请娘娘治罪 你 你 好 好 李将军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将他押到牢房去 可不清楚 婴娘 好了好了 不要再婴娘婴娘了 本位已经够烦的了 呀走呀走吧 是 小儿 我不想死 他们那么早来干嘛 不是还有几天吗 你们来干什么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看你们呀这个样子 真是很心疼呀 本国现在就放了 出来 出来呀 放了我们 为什么 算你们两个运气好 凶手已经自投罗网了 凶手是谁 不用问这么多了 让你们走就走吧 走 走 快点 林将军到了 师父 走 快点 赵大人 让他们出来走 放开他们 师父 你这是 在替徒儿们顶罪吗 师父 你不能代替我们去死啊 你不要再问了 走吧 师父 徒儿 你对我们的恩情 徒儿 你对我们的恩情 徒儿都无法回报 如今 你又为了救我们 替我们顶罪去死 你对我们的恩情 我们削多少肉都无法来报答你 你不可以这么做啊 徒儿 徒儿如今 只有以死来谢罪 以死来谢谢师父的恩情 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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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严了 小儿 手 不要再有傻事了 你们以后还当我是师父 就欠我的 走啊 师父 来人 把他们两个拉走 是 师父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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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别动了 师父 你怎么回来 你快走啊 师父 快走啊 走 我们一定要想法子救师父出来 不如这样吧 我回头去找恶娘娘认罪 反正杀医是我们做的 想先害的也是我们 不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谁都不该死 如今要找恶娘娘 还不如找公主 可是我们又出不去 公主又不来找我们 怎么办呢 你们两个好端端的活着回来 却让师父替你们受死 简直就是不仁不义 你们是亲虎罪人 知道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两人本来就是无辜的 无辜 无辜也不能让师父替你们去受死啊 你这个白眼狼家叛徒 你现在都口口声声师父了 你说的师父是谁啊 我说什么要你管 有你什么事啊 你只会落井下石 你个瘸脚丫 你说什么呢 我 你们 你想干嘛 别吵了 太过分了 好了 别吵了 搞不好 因为我们跟锦绣房是一伙的呢 别理他们 别 谁欺负你啊 小梅 我们千万不能让师父替我们去送死啊 那怎么办呢 不如这样吧 我们去求刑部赵大人 他看起来不像是个坏人 肯定会同情我们的 嗯 嗯 嗯 伙伯 哎呀 两个美人敢为师父申冤 可真是有血性的徒儿啊 赵大人 我们跟师父真的都是被冤枉的 请您明察啊 嗯 当然 有人受了冤枉 本官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啦 真的吗 不过 这是个大案子 要本官替你们两个小织女来做主 那可是要冒着丢官的危险啊 先不要说什么日后报恩的话 现在本官 要看看你们二位是不是有诚意 哈哈哈哈 赵大人 完成了 哈哈哈哈 干得好 这果然是乖巧可人呐 那大人 什么时候可以替我们师父犯案呐 这个嘛 本官自有的干账 臭死了 居然让我们替整个刑部的人都休息 亏他想得出来 那么臭的鞋 怎么这么臭的 跟毛坑的屎一样 怎么绣啊 怎么绣啊 小梅 我们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法子了 我们赶快把这些花给绣好 看看赵大人 看看赵大人 会不会真的帮我们把师父给救出来 看看赵大人 会不会真的帮我们把师父给救出来 这 那两个人 那两个徒儿呢 又太过我们之善良 结果叫这个姓赵的一通捉弄 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毫无办法 我这个老不死的 在宫中活了大半辈子 这嫔妃间的争风吃醋 明争暗斗 我已经见得不新鲜了 只是你那师徒三人 恐怕要走上民运了 成为嫔妃之间斗争的牺牲品喽 常年到好 同年互选 正好说明真是吧 不 男人不宠 女人不争 女人争宠 全因男人所致 所以归根到底 祸首还是男人哪 我的小猫咪来了 公公 你等我 不要 让我先看看 让我先看看 这猫 怕是中毒了 中毒了 他死了 不会 公公 你可千万别痛他 这猫身上重的 似乎和那死去的宫女 是同样的毒 是吗 王公公 你可千万别碰他 我先出去看看 千万不要碰啊 不碰 不碰 阴隐 这里是启华阁的故障 难道 你应该跟这里有关吗 看看看看 这就是你们的绣花鞋 喜欢吗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先下去吧 是 是不是太鲜艳了 我觉得在上边绣一些 飞琴啊 走兽啊 爬虫之类的还是比较好啊 大人 你该不是想 让我们把它拆了重做吧 先别急 至于在绣什么 等本官有了主意再说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大家全都不喜欢 在鞋上绣着花花草草的 本官看 先把这些花拆了再说 可是我们绣了一晚上 赵大人 拆掉这些绣花一点都不困难 只是小人心细加湿 敢问大人 家世的事情 有何定夺 哦 你是说 要释放那个杀人犯哪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可是大人 你昨日说过 就算你不能释放他 你也要还我师父一个清白 傻丫头 你还真是无知啊 本官只是先机无聊 跟你们耍弄而已 毒害恶贵妃 这么重的案子 一定要抓到凶手 现在好不容易已经有人认了罪 怎么肯给气放 难道本官再去抓一个人 把罪名顶上不成吗 那你这分明是在戏弄我们了 戏弄又怎么样 还不快把鞋上来 这些花给我拆了去 还不快去 赵子 林将军 男人大丈夫 有什么大不了 何必跟两个小姑娘共去 你 你们两个 霓裳哥没事吗 在这里干嘛 还不快回去做事 还愣着干嘛 林将军 行徒的是要你来插手的吗 赵大人 今天我来找你 是有事情的商量 外人不便在此 什么事 昨天御膳房死了一只猫 那猫的死状 与那中毒的宫女一样 猫身上落下的粉末 与那沙衣上也一样 这么说 那只猫中的毒 跟那宫女中的毒是一样吗 我一路跟踪那猫的足迹 最后发现 粉末在启华阁后院 宫女的住处 没了足迹 启华阁 启华阁 那是韩贵妃住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刑部出面 向启华阁彻查此案 林将军 我看你还是只当不知此事 就此作罢吧 这可是人命关天 林将军 皇上宠着的女人 就是她犯了弥天大罪 也由皇上来撑着 算了吧 反正已经有人顶罪了 如果林将军 一定要逆天而行的话 那就请你自己去撑上她 刑部帮不上你的忙 娘娘要的罗帕已经绣好了 放下吧 娘娘 那件事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们先出去 是 平白的 你问这件事情做什么 娘娘 自从春华阁出世以后 这不知道进展如何 也不知道岔子出在哪儿了 春华阁的事情 跟本位有什么关系 小人只是替娘娘高兴而已啊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这不 皇上这几日 不是常常来您这儿吗 这可真是 一人得道集犬升天哪 小人不想邀功 只是想让娘娘记住 小人替娘娘办事 是尽心尽力的 你还敢邀功 该死的没死 小人知罪了 不过娘娘 这不是乖打正着吗 春华阁出了事 皇上已经不去哪儿了 娘娘 不是已经达到目的了吗 还不住嘴 来 小人多嘴 小人多嘴了 要记住 长蛇父母 从来不够长寿 小人知道 嘴炎活得长 可是小人也知道 淳王止寒的道理 娘娘恐怕 也知道这个道理吧 淳王止寒 说得好 如今本位 有恩无处使 一切指点于二 本位如何照顾 才不枉你这一根苦口婆心的讨好 小人只是想尽心尽力地 替娘娘办事 好 如你所愿 记住 本位恩宽 格外照顾着人 倘若本位哪天不痛快 并无人能够 本位身后自有着大宋天子长者 倘若旁人何不无心 只怕皇上也能够 好 这景怕本位不喜欢 回去再秀吧 小人知道了 皇上下旨 倘若阁 从今日起 交由韩妃娘娘主持 恢复一切活计 韩妃娘娘下令 倘若阁由冠师傅主理 下许修来 你们的首要任务是 替韩妃娘娘准备 各色百花图封衣 请公公替小人 谢过娘娘的栽培 恭喜你啊师父 从此霓裳阁 就由你来主管了 怎么终于又出头去了 高温公公 请问我们 龙师傅的案子呢 可有进展 咱家只是按指示办事 这其他的事嘛 可就管不着喽 皇恩浩荡 不能辜负了娘娘对我们的期待 努力干活吧 念想 给他们派活 冠师傅 那我们几个呢 要做什么活计 你们几个做什么 客司 画样 刺绣 你们全做了吧 行了 抓紧时间干活 去干活吧 走 不行 还有这个 不行 你看这个呢 不行 可是我是照您刚刚说的做的 不行不行 拿去重做 冠师傅 冠师傅 不行不行 重新画 天天后后都已经六十八幅了 你做一个不满意 又一个不满意 你分别是针对我们吗 我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 只是你们技术不佳 娘娘的眼界多高啊 你们做的这是什么呀 不入流的东西呀 怎么能入娘娘的眼呢 你们要是想得罪娘娘 可不要把师傅也牵进去 忽假虎威 你就知道拿娘娘来押我们 小梅 你要是不听师傅 我可以让公公把你送出宫去 还有 你们大伙听好了 今天分配给你们的活 要是做不好做不完 不要想吃饭 你看见没有啊 你看见没有啊 看得没副嚣张的样子啊 就是嘛 那个新冠的总是针对我们 我们不如出宫吧 不成 师傅是替我们顶罪入狱的 现在生死未卜 如果我们真的出宫了 他在宫内就无依无靠 这么一来 要翻案就难上加难 哎呀那怎么办呢 整件事情 恶娘娘又不管 公主又管不了 现在刑部也来欺负我们 我们怎么救师傅啊 师傅对我们恩重如山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含冤入狱 天无绝人之路 一定会有办法的 对 天无绝人之路 林将军 我是特意来转到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这个案子 我已经找到了线索 你们的龙师傅 应该会没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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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林将军 太好了 不必先 我只是工事工办而已 adaptation Vaccine 不必先 我们 processing 有的在沐浴 有的在剪纸玩耍 也有的 他们在写家书的 只有你 最会讨人喜欢了 这姓荣的 失去你这个心灵手巧的徒弟 算是他倒霉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能干的人 等把姓荣的处死以后 这锦绣房的织女 我个个都要除掉 以后这霓裳阁 就是我的天下了 你可大有作为了 恐怕这如意算盘 要打不成了 为什么呀 容师傅他有救了 师傅 谁是师傅啊 是徒儿的不好 徒儿一时愉快说错了 刚才听林将军讲 说找到嫁祸的头绪了 所以 姓荣的那个不认死了 是 自画当真 不会有错的 是小人的徒弟 亲耳听到了 虽然不知 那个姓林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料 可是 小人 还是想提醒娘娘 那个物事 不知能量你处理得如何啊 物事 什么物事 要是能早日找到真凶 小宫女就得以沉烟招雪了 是啊 好了 本位累了 你先退下吧 草儿 倒杯茶给我 是 小人狗 那天 本位有我茶 草儿 那个不咸的锦盒 你听本位的吩咐 把他丢了吗 当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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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精致的锦盒 丢掉太可惜了 可是娘娘吩咐 一定要把它扔掉 怎么才能留下来呢 怎么办呢 有刺客 快来人哪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这么晚了谁大吵大闹的 杨公公有刺客 哪个敢夜闹大嘞 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是林将军亲眼看到的 对 我亲眼看到了刺客 闯进了启华阁宫女的住处 你们四个保护娘娘 其他人跟我来 是 等等等等 参见娘娘 参见娘娘 若是护驾不立 皇上怪罪下来 末将实在担当不起 还是得为娘娘的安全着想 请娘娘见谅 谢谢娘娘 走 跟我来 是 是 是 那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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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锦盒是哪儿来的 其实 那锦盒 是韩非娘娘的 前几天 娘娘吩咐奴婢 把她扔掉 才而见锦盒精致 一时贪念 便把她藏了起来 狡辩 我看就是你在饿鬼飞的沙印里下的毒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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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而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 怎么敢下毒杀人呢 才而敢对天发誓 才而是清清白白的要大人 来人 将犯人收药 是 大人 才而是清白的 是 我是清白的大人 大人我是冤枉的 冤枉了 林将军英明啊 这个案子就算破了 凶手不是她 别开玩笑了 人赃巨货 这不是她是谁啊 你刚才没听到吗 那锦盒 是韩非娘娘 所以这真正的凶手应该是 这韩非娘娘可是皇上的心宠啊 这可抓不得 不过 公女替主子定罪 也是情理之中的吧 要不是点罪 你们刑部 就只知道冤枉好人吗 天 我人是启华阁干的好事 眼下此事只差一步便能水入石出 只是事关重大 牵涉的人亦非常人 末将身份卑微 实在是没有能力亲自查清主人 所以 还不得你们指示 娘娘不是要抓住主人吗 现在已经有机会去 只要娘娘你跟皇上 是 本位做事 还用得找你来指示吗 退下吧 是 好 哎呀 你的手好柔软啊 皇上 是这样吗 娘娘 皇上在里面得通船才能进行 让开 滚开 臣妾给皇上请安 皇上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姐姐是来给妹妹请安的 行了 就不要请安了 皇上 臣妾有事向皇上禀报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没看见朕在忙吗 有事晚点在揍 皇上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绝对不能拖延 皇上 皇上息怒 先去喝碗莲子汤吧 皇上 千万不要喝这妖女的米汤 这妖女心狠手辣 说不定 她会在这汤里给皇上下毒的 一派胡言 皇上 臣妾并非胡言 宫女在臣妾的沙衣上下毒的案子 现在查到真凶了 下毒的人 就是这启华阁的 你简直是岂有此理 皇上 臣妾说的没错吧 恶娘娘恨死臣妾了 她非但找人 诬陷臣妾 还到皇上面前来告状 姐姐 你是想知妹妹于死地吗 你 你胡说什么 你妒忌妹妹夺走了皇上 可皇上 又岂非你一人所爱 老妃 我告诉你 朕身为一国之君 后宫加厉三千 乃天经地义 岂容你一个女子为了争宠 而诬陷无辜 把这后宫搞得是一塌糊涂 臣妾冤枉啊 你这个妖女 你竟然恶人先告状啊你 是你叫妓女在我的沙衣上 撒下毒粉的吧 你简直是无恶不作呀你 够了 你这是无是生非 这泥上阁 是你指明了要见的 如今又弄出什么个毒沙衣 这简直是无种生有 热食生非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三生士端 干脆把那些侄女全都推出去 砍了锁了 这一天到晚为了国家大事 还不够烦吗 皇上 皇上 皇上息怒啊皇上 皇上 先喝碗田汤收收心吧 皇上 滚 你给我滚 臣妾 可太美 来 吃饭了啊 吃饭了吃饭了啊 吃饭了 买开门 快来人啊来人啊 有万人散架啊 将军请留步 有事吗 末将不敢打扰娘娘 有事进来说吧 是 禀貌娘娘 那个怀疑下毒的宫女彩儿 上吊自尽 死了 是 这下可好了 此事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敢问娘娘 是否已经把此事揍忘了皇上 皇上又是否会让刑部提审韩贵妃 皇上如今都喝了那妖女的糜汤 整日都迷迷糊糊的了 还能拿那个妖女怎么样呢 可现在此案已经断送了两条人命了 还有一个容师傅的糊里糊涂顶着罪 这案子眼看就要水落石出了 我们总不能让她不了了之吧 李母妃 你不要再咄咄逼人苦苦纠缠了好吗 本来本位借着秦衣 这怒气已经消了 你如今又来勾起我的怒火 末将不敢 本位想让皇上下旨彻查 可皇上他要我滚 娘娘请信我 可是那容师傅平日为娘娘制造衣服 也算是尽职尽责 我们总不能让她蒙受不白之冤吧 天下冤死的好人多了 你能管得了几个呀 朝廷给你俸禄 可不是让你专管这些工会丑事的 这个案子 就此了结 以后不用再查了我 既然那个真凶已经畏罪自尽了 你把那个容师傅放了便是 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本位了 退下吧 小梅 你好了没有啊 好了好了 好香啊 师傅坐 师傅 请喝茶 师傅请吃点心 行了 让师傅代替徒儿们受罪 徒儿们真的很对不起 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我都已经回来了 没事了 师傅对徒儿们的大恩大德 徒儿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用我一条命换你们两条命 划得来 起来吧 别哭了 其实这一次 能解回一条命 是林将军的功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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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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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